大家好,欢迎来到洛铁粉的频道,这个频道会讲一些火车的知识,希望大家喜欢,喜欢条片记得like和订阅,而这条片就会讲一下港铁的东铁线历史和未来发展,那我们开始啦,注意,本影片不提及和合石支线和沙头角支线,敬请留意。 东铁线,亦清九广铁路应段,列车在从九龙红砍站开始,经过旺角九龙塘后途径新界东的市镇,最后到达香港与深圳交界的罗湖和位于岳马州河套区的洛马州站,并且可以在罗湖经罗湖桥与中国大陆的广深铁路连接,现在总长度约为41.5公里,共有14个车站。 早于1864年,英国铁路工程师麦当劳斯提分讯,率先提出兴建一条铁路连接九龙及广东的旧司,可惜当时并未获得清政府及香港支持,有关建议一直被割置。 1898年英国从清政府手上租借新界的土地后,计划才得到港府重视。 该年,中英银公司获得许权,兴建广州至香港的铁路,至于中英银公司,大家应该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是一间借贷公司,贷款于九广东铁, 1905年9月,立法局正式落实兴建九广铁路。 1910年10月1日,东铁通车,当时叫九广铁路应断,有七个车站分别,为九龙临时车站,红磡临时车站,油麻地车站,沙田车站,大埔车站,粉岭车站及罗湖临时车站, 全线为单线铁路,通车初期九广铁路每日来回合共只有13班列车。 1913年,大埔车站改为正式车站,也改名为大埔车站。 1914年4月,尖沙咀火车站正式动工,那个就是尖沙咀中流的地方,整个车站亦于1916年3月全面启用。 1921年6月,红磡临时车站停用,并于其后拆射,原子则发展为边组站,调到墙及车厂。 1930年5月,九广跌路增设上水车站,进一步吸纳上水石湖虚市的客源。 1954年,九广跌路局决定引入柴油内燃机车。 1955年5月,九广跌路局邀请港督葛亮雄酌士及其夫人无年女士系尖沙咀火车站替手两辆柴油机车进行体用仪式。 直至1962年9月,柴油机车全面取代燃煤发动的蒸汽火车头,九广跌路也正式迈向柴油火车年代。 1956年9月,马尿水车站启用,并于1966年12月改名为大学车站,以配合位于马尿水的中文大学成立。 同年,大部车站也改称大部教车站。 1969年,由麻地车站改称旺角车站。 1973年,九广跌路局好之4亿港元展开英段双轨化工程,同时把九龙总站由尖沙咀海旁迁至红磡。 全新九龙车站,燕红磡站,于1975年11月开幕。 至于尖沙咀火车站在1978年6月拆卸,只保留中流。 九广跌路局于1978年号之35亿港元,为东按照英国国铁支最高规格进行全线现代化及电气化计划。 同年10月,马尝站启用,以配合沙田马尝开幕。 全新电气化火车于1981年至1982年间陆续混底本港,详细可以看回我之前的条片。 铁路服务正式走入新时代。从此以后,乘客不可以直接横过路轨。 1983年4月,符合电气化规格的全新大埔区车站启用,大学车站也紧接于4月完成翻身。 1983年4月,大埔教车站永久停用。 1983年8月,冬铁增设大围临时车站,而火炭车站在1985年2月启用。 1986年4月,新落成的大围车站启用。 亦年1月,罗湖车站也完成电气化。 1989年5月,冬铁增设泰和车站。 到1996年,九广铁路公司将原有的黄头火车翻新成中期翻新列车。 当中亦都有一段小故事,详细可以看回之前的条片。 《九广东铁和地铁唯一串线站九龙塘车站的击壁情况》。 九铁公司兼建了尖沙咀之线,并在2004年10月24日开通, 经历二十九年后,九广东铁总站又再重回尖沙咀。 新设的尖东站设有行人隧道连接地铁尖沙咀站以便转成。 2007年8月15日,连接上水车站至洛马州站的洛马州支线通车, 方便市民使用新落成的洛马州支线管制站及深圳福田口岸, 同时减轻罗湖车站负贺。 洛马州支线以预留为止,以便日后接驳北环线古洞站。 至于什么是北环线,日后会做一条影片详细解释。 商讨多年的两铁合并于2007年12月2日正式实施, 九广东铁改称东铁线,旺角车站以名为旺角东站。 2009年8月,东铁线九龙总站尖东站在服务五年时间后再度回归洪坑站, 前往尖东的乘客必须于洪坑站转成西铁线。 2021年2月6日,东铁线新讯号系统正式运作, 并随即实施12卡列车与9卡列车运跑计划。 因应2019冠状病毒病最新情况, 东铁线站停罗湖站和洛马州站的列车服务, 直至另行通告。 东铁线列车指行走洪坑站至上水站, 另提供接驳列车往返上水站至罗湖站, 用作接载罗湖居民。 2021年1月起,为进行过海短路轨接驳工程, 会系10个指定周日站停洪坑站与旺角东站之间的列车服务, 至2021年10月已完成6次工程。 在团马线通车前一周的2021年6月20日, 西铁线改用团马线新月台, 乘客不可以再跨月台转成东铁线及西铁线。 当日起,西铁线的923号月台停用, 加建临时连接行人天桥连接东铁线的1、4号月台。 在完成更换车队, 全面改行9卡片组列车后, 冬铁线将可改用新建地底月台。 冬铁线在未来会有两样重大更新, 第一是古洞站, 我们会找时间做一条影片详细解释, 第二就是冬铁线过海。 在2022年6至7月, 冬铁线直通港岛区至罗湖边境, 无需是九龙塘站多转两程列车到达金钟, 届时的冬铁将由现在的12卡全面改为9卡行驶, 减卡后对整体载客量的影响不大。 多谢收看今集节目, 我们下次会说, 其他路市敬请期待!